男女刚开始相处的时候,男的有可能聊天聊得很好,说的话都让女生觉得特别体贴入微,可是等到真正见面约会的时候,却特别紧张,不知如何是好,想进行肢体接触却迟迟不敢行动,又或者因为太过着急行动,过早就导致给女孩的印象分大打折扣,最后分手都是有可能的。 怎么样和女孩进行肢体接触,真的是需要技巧的,技巧使用得当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发展,不会技巧有可能会让你们两个人一直停留在朋友这个关系层次上,一直无法改变,肢体接触讲究环境和心情的完美结合,这两个因素是十分重要的,比如牵手,锅马路是你主动牵女孩手最好的时机,这个时候应该不会被拒绝, 但要记住,不能牵得拓紧,过了马路以后就要自然的松开,那女孩心里只会觉得你这个人体贴入微真的特别好,两个人并肩散步时,你可以试着去牵她的手,如果她没有拒绝或者不情愿的样子,那么你可以继续很自然的牵着,循序渐进的,她也不会感觉你这个人太冒失。 两个人一起约会,吃完饭以后,在公园的长椅乡坐下来,你可以试探性的去摸摸她的手背,如果她有不耐烦的样子,你可以开玩笑的说,我好像看见有蚊子,怕她咬你的手,开玩笑别当真啊,来化解尴尬,然后想想以后再找机会, 再比如拥抱,如果牵手只是入门级的,那么拥抱就是更进一步的接触了,你因为一件事情办成功了,看到她,然后高兴的抱了她一下,一定不能接触到她的胸部,太好了,我成功了,不好意思啊,我太激动了才会这样,我希望我的喜悦能够跟你一起分享,我想你这样说,女孩应该不会多想什么的, 一起过马路,有车子离她很近,你一把将她搂入怀里,过了马路后,主动松开,这样的场景,每个女孩应该都很期待发生在自己身上吧,聊天的氛围比较愉悦,你可以问她,和你聊天太开心了,我真的好想拥抱你一下可爱的你,女生害羞不说话的时候,你就可以大胆地去抱她一下,如果脸色变了,你就得赶紧找其他话题来圆场, 同时也不要灰心,继续努力,一定会成功,接吻应该是处于热恋中的时候,两个人之间更为亲密的肢体接触了,一定得环境和心情特别配合的时候,才能做这个亲密动作,要不然被拒绝真的特别特别的尴尬,有的女生第一次的出吻,有可能都会被吓哭,所以男生的这个行为一定要慎重,少玩大道总裁强吻那一套, 除非你有特别充足的把握,认为自己不会被拒绝,和女生进行肢体接触,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,适当的时间地点,还要有适当的技巧,希望这些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。